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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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是不关他人的事情 我想要写什么 我读什么东西 我手心消化 所以到哪里我都说 我心目中没有偶像 我没有终极的老师 我就是一个 好奇的學生 什麼東西最重要對我來說 人過了40歲要一個醒悟 創作最重要 再來什麼都不是很重要 今天我擁有的這些人際關係 有期或者是事業上面成就 是因為我先做好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叫做創作 只有創作最重要 創作可以把你帶到 你真正想到的地方 甚至你想不到的地方 我其實很多事情已經都放棄了 尤其現在我當豐民社總編輯之後 我不得也不放棄一些交流 因為我六年來的工作 除了教學之外 我最大的興趣就是趁著免費的招待 多到各地走一走 但是我現在有責任心 那這個責任是因為第一 我還覺得還蠻喜歡的 可以重新學習 其實我這樣子 今年決定要重新投入職場 也不過因為 除了現代市之外 這個農產業 然後來重新認識台灣 讓我也許可以寫出新的東西 說到底 我重回職場 也是為了重新學習 重新看見 生命的門窗 沒有什麼的事情 所以我珍惜每一個 可以讓我刺激創作的機會 我比較不會去管 人家怎麼說我 我也希望喜漢文學獎 在喜漢大姐的代理之下 她真的就是文學出家 真的是私器公用 這種大愛 這種無私的奉獻 是台灣才是最需要的 其他的紛紛擾擾 都不用管 都不用管 就這樣子 所以今天得獎者 我想他們也是把 現代師發現的 其實是跟生命有關的 也許他們曾經放下 不是持續性的 像我就很神經病 我就是從十幾歲開始 喜歡現代師 我幾乎沒有聽過 不管我今天從事什麼事情 就算說人生中 遭逢了身體死別 然後各種的情感背叛 我從來沒有在一次的失敗中 要死要活 或者是活在別人的眼中 如果你只是活在別人的眼中 我覺得你大可不必寫東西 你想盡辦法去找個隱世的經紀人吧 好 那再來就是 習漢這個講 我看了這麼久 他出了這麼多的人 我很高興 這些寫信的人 寫文章的人 你們都成為朋友 你創作上很孤獨 你必須要享受孤獨 忍受孤獨 然後你才擁有跟你一樣職場的 慈性的朋友 我想這個才是 作文一個寫助人 應該覺悟的事情 其他什麼都不用管 謝謝 再次恭喜 恭喜 非常謝謝 愛媛老師作文 謝謝 聽了之後 還蠻心有心事的感人交集 夏明老師來了 謝謝 大家這裡掌聲歡迎 好 我們就請 夏明老師幫我們幫忙 韋君的作品是 末日將近 然後稍微幫大家介紹一下韋君 韋君本身呢 是一位 很有 我覺得他蠻有趣的 因為他跨業 譬如說他做過 廣播主持人 然後也 從事過金融業 這些都是很難得很珍貴的一個 生命的資產 然後把它化為很棒的文字 對 然後 好 先請那個夏明老師幫我們頒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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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想要先請您 就跟我們這些協作的後輩們聊聊看 還有聊聊您的一些協作經驗 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比哈維修網 是 喜哈呢 他在南部會有非常大的功勞 我總認為整個詩的重點多分都是在北部 所以北部有很多國籠 但是南部有很多種東西 我也支配有很多東西 但是因為就比較 原地也比較缺乏 所有的衣服都集中在北部 這就是南部不平均的地方 所以喜哈維修網哥那邊給人 我們是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非常高興 所以我們 我們 先 我們也區別有什麼名義 但是 我是希望 文秀這個東西 使一個 大家都能享受的東西 不是 都厚著某個地方 某些人 某些 某些 所謂 大卡子 都不是這樣 應該是 文秀是一個非常妥配的東西 應該每一個人都享受得到的東西 所以 我們今天 我們會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見面 但是 這是第一次見面 今天 我 事實上 我來這個地方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勉強 因為 因為 你也是大人 這個 台北一天 是下雨 我們就分身都不舒服 我們太太感到都是 會很大力氣 都會表情不來 因為 我想到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力氣 因為 早就通知我去 我們一定要來 我說 一定要趕來 所以我就跟我們就來 來 來 來的之後就要頒獎 當年一個 我 我送死人 一個 所謂 資深的詩人 當然 我不是大師 所以我叫 私深的詩人 一個資深的詩人 常常會被人家 據摩總認為 這個 這個人一定是很 很了不起 可是 我們說 事實上各位一看 我是一個照老頭 根本一定是很好 沒有一點可以 讓大家 驚訝 讓大家 但是 唯一的就是 所以我年紀大 唯一的就是 我在 師牌的距離 比較久 真的 都不是 一個 詩人 所應該有的 詩人 他所應該有的 除掉他的作品以外 其他的一切 都是假的 都沒有用 所以我在這裡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一直是 也向年輕朋友 學習為主 我不是大咖 我是一個小咖 我跟你們一樣 所以很多朋友 都 很多年輕朋友 都願意跟我來往 是他們的詩人 我不認為 我是一個大咖 也不是一個 我只是一個老咖 非常老的 但是 我願意跟大家在一起 願意跟大家在一起 我沒有什麼 我要講這個東西 我沒有那種 很多很多話會講 因為我沒有資格 來跟大家講 因為我自己 也是在休息之中 謝謝各位 謝謝 老師姐好棒喔 太棒了 這個人就是我們房 謝謝小明老師 小明老師 謝謝 謝謝 老師 謝謝 謝謝 十年 十五年 我只要一句話 一定到 明明我知道 說 其實真的是不舒服的 她也一定都會來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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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嚴愛您 真的也想謝謝你們 那還有等一下 我們會頒獎的 要進這些都是 真的是 情義相挺 真的很感謝 然後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得獎澤偉君 跟我們分享一下 兩大間段 三大五分鐘 她的一些寫色紀念 謝謝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 我覺得 今天在這 我覺得 今天在這 非常非常福的 融蟹喔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 蠻深的身手 在2006年開始的 因為就是 剛剛 一想要李大哥 跟我想說 今天給你頒獎的是 一個超塌塌 所以讓我覺得 哇 跟外的龍行跟外的人 我從來沒有過這樣 真的去踏入 另外一個領域過 所以我現在就感覺 又好像跳到另外一個 一個空間 另外一個改名 是一個界線去 所以我感覺 是 而且真的是 重新能夠 互以一個人心的生命 現在感受這個 世界的一個方式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 感謝其他往事 感謝各位先進 感謝各位先進 請多多使教 謝謝美君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頒發 嗯 好 這人要有這樣年輕喔 1985年 好 那 有來嗎 有 練詞有在場嗎 好 那就請 練詞 下一個獎 然後我們頒獎的貴賓 是 欸 我們頒獎的貴賓 那個 好 我們請這個陳正偉老師 幫我們頒獎 要要 支運 我們請我們 請支運老師幫我們頒獎 啊 請進 我請進 渣 大家坊說沒有支運嗎 啊 我 呃 嗯...我的那個... 一開始我是寫詩的 後來服務這件去寫小說 還有寫散文 那我大概... 最近我常常在跟一些高中生演講的評語 就要持續初戀 那為什麼是持續初戀 因為寫詩我覺得它是我的文學 文學上的一個初戀這樣子 因為我從高二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開始發表文詩 就我這樣子 到一直到現在也寫了 你要坐在誰邊啊 20年也 好 所以... 所以我... 雖然我後來轉而寫一些小說啊 跟打門的問題 可是其實... 對於現代師的情感 我一直是覺得它是我的 真的是像一個... 尤其是在十幾歲開始後的 實貌城市的那個文學創作 它就像我的初戀情人一樣 所以其實... 嗯... 我想說可能就是... 嗯... 跟大家分享說大概 我的一些創作過程 就可能先寫實 然後再寫小說 再寫實 然後因為在我覺得說 如果一個... 一個作家 一個作者 他其實有時候可以不限文體 去從事創作 我覺得是OK的 就是不用太把自己局限於說 我是寫實的 我是寫小說的 我其實... 我是寫實的 那如果你本身有自己的那個... 覺得... 非要... 怎麼樣不可能特殊使命 那就是另當點論這樣 但是在於我來說 我覺得... 文學它是一種... 我觀察社會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會... 嗯... 喜歡運用各種文體 去做... 不同的紀錄這樣 可能就簡單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文學創作 謝謝 謝謝 各位前輩 還有各位... 就是寫作的同好 大家好 嗯... 其實我從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寫作 那我覺得... 我上... 就是... 之前講的那些... 就是像智慈老師那樣的... 斬兵截鐵的指導書 就是非常自覺的 知道自己在寫書 有一個非常確定的寫作 覺得我一直不是那麼偉大人 寫作對我來說 就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情 那... 嗯... 我其實是... 嗯... 一開始的時候我一直非常希望 可以成為一個詩人 因為我覺得對於這個... 詩人這個身份 有一個很大的效果 我覺得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一切的身份 都比不上詩人的力量大 那可是寫著寫著 到後來發現 你在詩方面的台南好像是有限的 然後反而是... 嗯... 在散文的創作上 能得到比較多的肯定跟掌聲這樣 那其實這... 我覺得這也是我的一個焦慮啊 就是說... 嗯... 你自己對詩有一個效果 可是後來你可能在別的地方發展得比較好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更傾向去寫作 那... 可是這就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說不做變成不是非常個人的事情 我的母親會掺貨在這個裡頭 我會渴望得到他的... 愛跟活力 那其實從這個地方我就發現說 痾... 你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寫作是你本身的事情 不然他的愛是給我很大的力量 那是... 我要在他的拉扯之中找到自己 所以... 我覺得我還在學習這個事情 我希望我的文章可以帶給他感動 帶給他力量 但是最後必須回歸到我的本身這樣 好... 這個... 得獎者庭安 喔... 他也很年輕喔 目前是大學生 好... 那... 我們請庭安 然後...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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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聽他的奏品是千筆 對... 然後我覺得他的書寫是非常... 非常細密的 很...很值得一看的好家序 他也不錯 我的男子現在請庁位 我... 所以我對於中國學過台灣文學方面的東西 其實了解不是那麼多 但是我從大概1998年1999年開始研究網路文學 所以可能這一塊是我比較熟的人 但是我剛剛聽到很多大家說到對於那種文學的感覺 其實在我心中其實是蠻有體會的 尤其剛剛有同學說到他的那種文學的那種 心裡面的那種手 他說不是一個很好的詩 其實我小時候也常常常想要寫詩 但是我大三的時候突然看到我同學生了一首詩 我想我大概不是一個很好的詩人 然後他說一朵雲是不會哭泣的 除非你真的整個天空很憂傷 然後他又說星期五 他說什麼他說今天是星期五 他說星期五啊我覺得我比武斌數還要多一點 他說他從來不帶成雙的的話 因為成雙的總會不會大 那我看到這個女孩子寫的 那他是我同學 我看到這個女孩子寫的東西之後 然後他就覺得我大概永遠不可能從事了 然後就放棄了這樣這一條路 然後後來走上回原學研究之路 那但是這一位我剛剛說的那個同學 他現在在寫那個 我們常常在看到那種邀請的小說 那我把人都會知道他的女孩子 那我提到他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那種情分真的很重要 但是後續的熱情可能一天噴得怎麼樣 像雪萊他在詩文他說 為什麼我寫詩 他說 I fall upon the thorn of life I bleed 我掉到生命的荊棘之上 那邊是雪 有那種透明的感受之後 寫下的東西的確是很有感受的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在一九九七九八九九年 那那一段時間當中也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間 那剛好寫是醒來回去 我剛剛聽到成立的時間 那個時候為什麼那麼黑暗呢 因為我當時我研究所讀了四年 我在英文學院學所 正大年來學習讀了四年 那是我的第四年 女朋友正好離開了我 I fall upon the thorn of life 但是始終記得Tenison說的那句話 T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 他說與其愛過了再失去也整體沒有愛過了還好 雖然是這樣想 但是發生了天躍地動的九一一大地震 整個正大陷入黑暗 然後我又住在一個沒有那個倉庫的宿舍當中 不斷的擋著我的碩士論文 然後就在那一刻 有一天我突然走過我的教室 那當時我的老師在裡面上英文學 然後突然念到有一首詩 就是我們都很熟悉 那一條我每天左右都愛 然後我只在外面突然站著我家邊聽著聽著 我突然就覺得 人生真的好苦 但是文學給我們力量 真的有這種感覺 因為尤其我們常常像剛剛老師也講過 所以我們在研究學術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覺得非常非常寂寞的心理 但是就是在文學的過程當中 給我們那種很強烈的那種力量感受 那種東西是我們很難提 所以莎士比亞在跟我們說 No loyal, no loyal, no one dead 他說不要在我死去的時候為我哀悼 因為再多的哀悼也補不上 在我樂團的過程當中產生過 那是最強烈的感受 所以後來我自己也在教 因為文學在土大、台科大還有現在的學校 都在教文學 其實我不太喜歡研究很堅持的東西 那我也覺得我不應該教他們太多那種高來高去的文文 尤其我們都是在讀文文的東西 那我不喜歡那些東西 我喜歡讓文學能夠貼真生活 那我也很喜歡看到作品當中的 會用生活去貼真文書和聯繫 我覺得那是最重要的東西 那也才能夠像蘇琉在她的書中 她說當我死去的時候 不要發現我原來不成的 我覺得那是很重要的 在文學當中的一種價值 所以我今天看到那麼多的 就是來然後對我去味道戲劇 我原本以為今天會被人拿了 然後一台說小包兩次 為什麼那麼多人 而且被P上台了 所以我今天就有點緊張 但是我覺得這真的是一種 生活上很深的一種改動 就是原來有那麼多人 對於自己開始那麼強烈的熱情 我覺得 謝謝 謝謝這位老師 琪琳她也是非常 非常年輕的得獎者 琪琳有在場面 好 那麻煩你上台 那我們請我們貴婢幫我們頒獎 那個 陳 對 那個 現在這位頒獎是 野江花獅社的 我特別把他們邀請來的 代表野江花獅社 謝謝他們 他們也是最近才發起一個 一個 失色的 而且也有出版 等一下他這邊他有贈重給我們五本 那麼 我們列入抽獎的獎 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 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喔 本來我也沒有呼吸我會上來 想說今天只是來觀摩一下 謝謝琪琳老師 那我這邊大概簡短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的寫作路也算是蠻長的 那我在 但是我主要的創作 還是在現代史悲創 那包括剛剛 先前已經上台講過的 呃 愛玲老師 他跟我也是在80年代 在我們共同一起創辦 新火事態的 對 呃 那時候 共同的創辦人 那一路走來 其實對於創作這個部分呢 嗯 他剛剛在講的是 我心裡就有很多的感慨 跟他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 剛好他講的 剛剛所描述的事情裡面呢 我的位置剛剛也是 也是跟他指數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就是在世界裡面呢 呃 我們是一個 處在一個 呃 場外的人 跟場面的 總結一個尷尬的位置 所以在處理很多事情上面的時候呢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到底怎麼去拿一些 這種分寸的時候 就特別的圍滿 那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他剛剛所講的非常好的一點 就是說 我們要把創作這一件事 當作是我們生命當中的 很重要的事情 那對我來講 他可以算是一個 生命當中的一個出口 因為我們人一生裡面呢 我們沒有辦法一起 我們每一個時刻 我們會遭遇到任何的事情 或任何的挫折 或者是任何的榮耀 這個都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也沒有辦法去一起 那當我們如果遇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自處 那 唯一的辦法呢 我自己的題目就是說 在 寫實這個文件 或者是創作的這個部分 他提供了我們對於生命裡面 一個很棒的一個出口 那 簡短這個地方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謝謝 然後請請幫我們分享一下 寫作的經驗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在寫的時候 我是想到我母親之前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寫作是一個很美妙的事情 就是他可以把一些痛苦的事情 好像經過一個奇蹟 還是用一種方法去把它走 把它成一些很好的事情 比如說當你之後 你也許那時候回憶是很痛苦的 是一種對你來說 都是一種很適合的事情 所以當你經過寫作去提煉之後 你回去看 你會覺得說 那些回憶好像 在這個經過寫作這個方法 來轉化後 是不在像之前那樣子 那樣子 那個看的時候那麼痛苦 然後覺得 好像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東西 那我那時候在寫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就已經在想說 我媽看到這篇為什麼不爽 這樣子 所以他主要好像寫的 好像那種 連續劇裡面那種 反派角色來怎麼樣 然後 雖然我爸他沒有看到這邊 可是我希望他看到之後 也能知道我對他其實也是 還有那種 因為我覺得我遺傳的話 遺傳到比較我媽那部分 他會比較含蓄 比較內心的那一種 就是他即使笑或哭 他都會藏在心裡 那會表現出來 可是我覺得寫作也是這樣子 他其實是一種很燈燒的東西 就把所有的情感藏在裡面 可是 當讀者讀到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嗯 他某一點會被你觸碰到 他會覺得說 欸 我也會有 曾經有這種樣的經驗 所以他看到的時候 他也許會被感動 然後我真的希望我以後 寫 想文 或是小說樂 的時候 我都一直頂記這個信念在心裡 就是說 希望每個人他看到的時候 他的心裡某一塊的部分 不管是他的回憶也好 或是他現在的心境也好 他看到之後 會覺得他好像某種部分 被他療癒了 或是會覺得已經被複緣了 或是覺得他那個部分 已經不會再像過去一樣那樣子 難以接受 我希望他看到的時候 會不會感動 那就我寫作的時候 希望去做到 不過現在還繼續努力 因為常常有時候寫到 還是會爛爛 對 所以 很真的謝謝西航維學長 給我 那個 講的這個肯定 然後 我 我之後會繼續 在聊路上 滿意的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西船大 我也剛剛呢 陳舟老師 在講得太感人了 然後我居然辣掉了 請 跟婷仔上來分享 那我們現在請婷仔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寫作經驗 嗨 大家好 主持人老師跟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是廷安 然後我現在是大學生二年級 其實我寫作的經驗就是 我鉛筆這篇文章所講的 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很喜歡拿鉛筆寫作 然後 我現在二十歲 其實大概從我十歲開始 就有寫了幾個習慣吧 然後我都會開玩笑 然後我跟人家說 就是寫字已經鎮了我生命的 二分之一 那因為 我成長的背景是 我跟我哥哥的年紀 常有一點 所以我小時候其實還滿寂寞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又剛好是一個 出生在網路世代的小孩 所以你就看到 我寫的東西 其實就 很像網路上會看到那種 很口語 然後很生活化 因為對我來講 我覺得 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創作 這也是我大一波老師有跟我說過的 然後我覺得 嗯 就是紀錄自己的生活吧 就把我每天看到的 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但是它會讓我想到什麼 然後我就會影響起來把它寫下來 所以就是 嗯 我自己覺得我寫的東西 其實是 可能 從大人到小孩都看得懂 因為有時候就是那種 小孩子各是 同心為理 就是跑出來這樣子 好 然後謝謝大家今天 在這裡 然後邀請我來 然後也謝謝老師 就是我願意欣賞的作品 那 剛才聽了很多人 他們各自的創作經驗 其實我覺得 嗯 好像其實聽起來作家其實 就是大火小硬啦 然後我 我會常常覺得說 作家 我有兩個 兩個詞來形容 作家也是很白話 就是一個作家要有小心眼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點暴露狂的性格 好 為什麼 因為 嗯 小心眼 其實就是說 當你 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很多很多事情 有時候我們可能 嗯 一般我們在神音促行的生活 可能就這樣你就過去一天 然後可能就忘記了 或者是說 你嗯 走路交錯過的人 或看到的風景 你有時候可能 也是看過這樣就算了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作家 他擁有所謂的 我稱之 戲稱叫做 小心眼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你作家 是可以把它記下來的 而且甚至是可以 嗯 擁有很多的聯想 跟意象 然後再把它 看到的東西 嗯 嗯 家裡重新去詮釋 甚至去說一個故事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 我會覺得說 嗯 不管你是寫詩 寫詞 或者是寫小說 嗯 那你玩學作品 呈現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就不外是 通常是說故事 或者是談自己 然後甚至 我們現在是可以 多多一點 比如說玩一些文字遊戲 或者是一些形式的遊戲 在裡面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 非常重要的是 需要做法子小心 對 那 看你怎麼去看這個世界 然後怎麼去 嗯 做一個紀錄 做一個 不管是你內心的反思 或者是說你跟 怎樣去 嗯 再重新思考你跟他人的互動關係 然後把它用你的 嗯 圖片的文字把它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有人說怎麼成為作家 我覺得這就是 做 這就是成為作家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 重要的條件 那 可能也有人不是這樣 可是就我的觀察來講 大部分作家 他們呢 都是有一些 嗯 他們自己 對 怎樣去看世界的 一個 特別的方法 有 有些畫面是有點小小的 骷髏狂性的在裡面 這就是我對於 嗯 嗯 現在的作家 其實可能現在比較 年輕一輩 青年作家的一些觀察 這樣子 我對他心疑已久 因為 我是在看那個 黑俠他們的 螢幕的一些活動 然後就發現 哇 好美的 肚皮虎啊 然後就知道說 喔 他除了在寫作方面 他 一直呢 都有在這方面 出來做一個表演 那 當然今天 不行 這個 你們想看 還有想學的話 平常的時間 在找六老師 看到這一篇其實 有一點驚憾 因為我覺得 從標題就可以感受到 一股 急遇崩壞的倉皇感 這篇文章 情感 它是用情感句句錄的 但因為贈送贈者 你要贈送的那個人 已經存在於往然之中 就是那個文字很典雅 然後畫面 接疊不斷 它是用一種 呼告的頭文 去說 誰啊 誰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作者情感之類 很豐沛 然後 我想 因為它是一種 我覺得這篇 會得推薦獎 很棒的原因 是因為說 它有比我們 一般文學獎 所謂的要有 高遠的理想 尤其宏大獎 它的情感是非常深刻的 然後 我要給它感想是 我覺得 浮身落夢 但是 夢並不落浮身 很多東西是 不可逆的擔心到 譬如死身 這種東西 然後 末日這種東西 雖然是一種很無奈的 能令的 繼續往前走 一種潰探 但它不是 樹榜眼神的一種加速 我覺得我讀這篇文章 一定是一種 呼告是 很像那種書性的題材 但是我從裡面 得到了很多東西 覺得說 嗯 自己也覺得 學到了很多東西 因為散文 它有無限的可能啊 我們知道說 散文也是一個 很不通俗 對不起 散文嘛 它其實就 每個時代的定義不一樣 最寬鬆的定義就是 非運文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稱為 它的散文 它其實包括很多東西 上天下海 什麼東西 你只要能夠說出來的 它其實 都像散文啊 像神父的福生六集 它其實也是用日記的詞 形態在寫一篇散文 對不對 但是它也是寫得來 格外暗然有趣 然後 我看到了 鉛筆這一篇 我覺得 我非常喜歡是這一篇 所以我看到這一篇 我就 那時候審的時候 我就 第一 當下就寫下來 因為 這個 我從這篇文章裡面 學到了 就是 鉛筆這個東西嘛 是 雖然是一個小物件 但是可以用小物件 激起很多想像 少年不是愁滋味 卻因深仇 卻因深仇 懶青秋 那 這篇文章 我從這篇 其實我看這篇文章 大概知道 作者的年齡 大概就是 比較年輕的 學生 這篇文章 因為他裡面提到 網路啊 提到了 家人啊 提到一些親情 提到了 童年書寫啊 面對未來的 朦朧和衝擊啊 藉著 鉛筆一物 寄託了自己 對於現實的深刻觀察 親情之間的拉扯 還有 重要的對自我的期許 和未來的衝擊 我喜歡這一篇 因為他文字裡面 充滿著想像力 看得出作者 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而且他很淡譜 因為他 對於那個 網路現實看得很酷澄 但是他覺得 他不會深陷於其中 從 鉛筆書寫的狀態 和其他的各種動作 譬如寫信 貼郵票這個東西 他連結了 做了很多的連結 當然 雖然他這篇文 他雖然 作者本身色弱的現實 很匆忙 但科技掛帥的生活 但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對 然後他可以從小事物 他最後文章 他有提到說 啊 所以從寫信 寫東西之內 看到那個小女孩 我就知道說 喔 這是一個很年輕的小女生 對不對 我覺得說 能夠從小事物 得到滿足 這是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幸福 那 我大概就是 看了很多篇文章 其實也有跟 雨桑有重疊了一些 我覺得我們在選文章的時候 真的是 相信還滿 滿大的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我就覺得說 這次 誰 這是評審啊 應該會說 我是一個後勁啊 在座有很多高手啊 其實輪不到我說什麼話 但是 我覺得 很感謝西安老師給我機會做出生 然後也很謝謝各位參賽的 那個 做 參賽的人 我覺得你們都寫得很好 然後 呃 在最後我就覺得 有一些東西啊 我自己寫了也寫滿久的 然後我覺得說 有一些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覺得寫作這種東西 你與其 呃 因為之前已經 前面有很多作家 你的前輩啊 講很多東西 我是覺得說 我自己的想法是 覺得說寫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寫東西 我們到底是要 把意思 有時候我們寫有很多種目的 第一個 我們是要把自己寫 自己寫出來 很真誠地面對自己 或者是你要寫出來 告訴這個世界 你想要寫什麼 但是呢 我自己就覺得說 你寫 其實 要回到你的初衷生 你為什麼會寫 很多人在這個世界上 覺得說文學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很重要 文學是它的生命 每天的都在磨練自己寫 磨練自己寫 但是 不是覺得說 就像打鐵這樣一樣 然後打鐵 文章 我們寫文章 就是訓練自己的磨練 然後信阿達 我們每天 每日都在追逐這個 那我們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是不是 可以把自己 變成一個偏文章 一個人 一個文體 在這個生活 在這個人生中 流產的 或 也都不是 執著於寫 而是把自己 這個人 我們這個人 變成文章 變成 別人可以閱讀 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寫作的話呢 因為 基本上我也是 什麼都寫 因為 詩寫不好 我想說 我也寫過 散文喔 不要講了 但是呢 我是覺得說 散 很多東西就是從小細節去賺 我自己是覺得說呢 寫散文其實就是一種 心情 你可以做文字的雕塑 但是 請 記得說 我們都是從 身邊的很多東西 可以去觀察 我不太會講技巧的理論 我就覺得說 你用真誠的東西去刻畫 然後 把它 時空的一直 交替的使用 藉由回憶去找尋你 往前的力量 然後 去很深刻的描寫 你所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對一個東西 不了解它的完全面貌的時候 我們就沒辦法說出來 譬如說 我想要知道 呃 這篇文 這個作者 或者是什麼 我在引用的時候 都不要引用出來 譬如說 我們在理想 鉛筆 我就舉 挺恩剛剛的 我們在講鉛筆的時候 我們 我們就聯想到 它的功用是書寫 對不對 除了書寫外 什麼也可以書寫 像我們走路的痕跡 是不是也是一種 在地上的書寫 好 譬如說 鉛筆 它會搭乘什麼 我們就聯想到 橡皮擦 那橡皮擦 可能就是 我們人生 橡皮擦是什麼 譬如說 我們在願光下走路 可能橡皮擦就是 天空的雨 把我們的影子 遮住 我們就可以做 這樣的人生 其實 當就 永物 這種東西 其實是 力量是不夠的 我們通常會借永物 來 放很多人生的東西 譬如像 呃 事情 那個 相守儒環 那個平衡 這樣 儒環 對不對 緊緊相擴在一起 這就是一種 借物來比喻人情 親情 這樣的東西 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們就用身邊的東西 譬如畫 我們可以看到一幅畫 就可以把自己的感情投入進去 或者是延展出來 然後我們寫文章的目的就是說 希望我們能夠把我們作品感動 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佳麗 佳麗太謙虛了 其實佳麗是 嗯 散文 然後 新詩跟小說都寫得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作者 一個創作者 然後對創作很努力 然後每次跟她 就從她的講評中可以看出 其實每次我跟她一起 呃 搭檔在進行評審的時候 都可以看出她對每一篇作品的那種 很重視的程度 然後很用心的程度 對 然後謝謝她這麼精采的講評